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来开启精品计划的第一步 就是把这个50的鱼缸用一个有小孔的隔断分成两部分 把带有断带特征的母孔雀鱼分养到鱼缸的左边 有断带表现的母鱼是孔雀鱼种群的未来和希望 单独养在一边能让它们得到更好的照顾 更容易观察到怀孕母鱼的状态 也能让个体小的母鱼得到更好的发育 一直确定不了断带母鱼的数量 借这个机会也想清点一下 捞鱼是一个很耗时 很累人的工作 我们下期再见 经过近一个多小时,才大约公母鱼分开 出乎意料,不管大小,居然分出来100条断带母鱼 这100条母鱼里可能会有10条左右的公鱼 因为小鱼断带表现还不明显,挑错的可能是有的 不过,90条这个数量已经让我很惊醒了 后面还会对这个鱼缸和鱼的分配进行调整 逐渐达到在一个50的小鱼缸里,培育精品鱼的目的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如果感觉还行,请点个赞支持下 山高水长,天涯未远,咱们下次再见 川崎二郎